玉带凤蝶 凤蝶科 Propolea politus 英文俗名Common moment 别名白带凤蝶 凤蝶科 凤蝶署 广化分布于东洋界 包括清康藏高原 及印度至华东及华南一带 玉带凤蝶是台湾相当普遍的蝶种 属于大型蝶类 展翅宽约805公分 全身黑色 有尾凸 它的磁点有两种不同的面貌 一种和熊蝶几乎相同 黑色的下次 具有一列白斑鞋带 只是在刚讲处 多了一枚橙色悬叶斑纹 另一种则是下次中央 具有四到五枚相邻的白色斑纹 外园具有一列排列成 弧形的橙色悬叶纹 外观女胎红纹凤蝶 是一种背试女胎 以无读者以有读者为模仿对象 以便躲过烈时天敌的攻击 成虫全年可见 飞行缓慢 爱仿花 幼虫的寄生为云香科植物 如柚子 柠檬 柳丁 金桔 及十株雨 一代凤蝶是完全变态 虫软 幼虫 蛹 成虫 总共约30天 会以蛹的方式进入冬眠 等到来年春天 天气暖好的时候再雨化 蛹奇是完全变态类昆虫 首特有的花育阶段 它们的生命过程 历经软 幼虫 蛹 成虫 每个阶段皆有其各自的不同面貌 当然对蝴蝶而言 在花育为成虫之前 也必须经过此一指伏的过程 蛹的阶段虽然外表看似镜子 也不进食 不活动 然而此时却是生理逐渐转变 虫组的过渡时期 各种成虫的构造器官 正逐渐昏发成熟 造就了幼虫 与蝴蝶间形态的大大不同 蝴蝶在自然界中 有很多的天敌 如果不想办法保护自己 随时都得面临死亡 因此蝴蝶的每一个熊奇 各有巧妙的形态 不少鳳蝶幼虫 在刚钻出软壳时 就像一堆脏脏的鸟份 挂在树枝间的蛹 长相断枝 枯叶 像枯叶等 而另一种寄生的天敌 通常会引起蝴蝶个体的死亡 故称之为寄生性天敌 奉蝶泳中的寄生风 主要的类寄生性 天敌有寄生风跟寄生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